玉里正公所清洁队10号上午接获民众的反应 要求清除台九县安通桥路面上的路杀狗狮 清洁队赶到现场清理后 灵性清洁车驾驶员在路口回转准备反对时 不慎和一台由灵性驾驶起乘的重机发生车祸 造成灵性歧视头脚受伤送医 目前事故原因及灶泽仍有待厘清 事故现场撞上垃圾车的重型机车 车头溃缩变形 车体机油流出占满整个路中央 清洁队员在警方交管介乎下 忙着以米康清理 避免用路人车发生滑倒摔车的意外 今天上午10点多左右 玉里正清洁队接获通报 来到台九县安通桥上 清运道路上遭路杀的狗狮 清理干净后 清洁队灵性驾驶在路口回转准备反对 却不慎和灵性骑士 骑程的这一台重机 在北上车道发生车祸 造成灵性骑士脚部以及头部受伤送医 因为我们的清洁队 人家农业客通报说这里有死狗 它就要转弯 转弯要回去抓 要捡死狗 结果有一台这台车子 往上 它要转弯 它往上 车子就撞那个 我们的那台车卡在那个车底下 玉里清洁队才刚清除路面上的狗狮 却因为执行公务而发生车祸意外 虽然并未造成重大伤亡 不过警方也针对了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 以及责任归属 正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是越南玉里镇采访报道